让四岁的小姐姐都得当起小妈妈照顾两岁的小妹妹 在你全家吃年夜饭的同时 共同关心台湾之子悲苦档案 我们镜头当中发现 七个月大的小男婴 他长期无人更换他的尿布 打开时排泄物已成硬块了 这些年幼的孩子如何面对这个场景 妈妈何忍心来抛弃四个年幼的孩子 在这个年夜饭的同时 他们无法感受家人对他的关怀 悲惨的除夕夜 东森新闻的镜头 记录到四个年幼孩子饿着肚子 住在肮臭的小房子 尿布没有换 奶瓶里头的牛奶早就发美了 但是孩子继续在饮用 我们的头条新闻 三岁的小女孩躺在床上饿得哇哇大哭 她的脸颊上有明显被烫伤的痕迹 七岁的姐姐说因为妈妈都不在家 他们样样都得自己来 妹妹脸上的伤就是二姐帮她洗澡时烫到的 三岁的妹妹不止脸上有伤 尿布不知道多久没有患已经肝硬 小屁股长满红疹 连奶瓶也发霉 四个小姐弟平时就窝在这个杂乱臭气充电的房子里 妈妈外出居然就把他们丢在家里 才七岁的红小妹妹必须当起小妈妈 父亲照顾弟妹到现在都还没有念书 我住的他们三个他肚子饿也没人要管他 因为没办法去学校 没办法带他们去学校 附近邻居看不下去报案 警察和社会局前来了解 才知道四个小姐弟的处境 狠心的妈妈把小孩留在家里 独自外出 完全不顾孩子的安全 纵文新闻庄明勋 章话报道 悲惨的厨事业 这个辛酸的角落 我们镜头当中还发现 这个年轻妈妈不过24岁 她独自把四个年幼的孩子留在家中外出 社会局联络她两个多小时 她才回家 但是一进门之后 她丝毫没有悔意 还责怪上门关系的民意代表 超神了她的孩子 声务人员说 母亲因为家暴离婚 在去年因为女儿被烫伤遭到了寒送 没有想到这一回又推说 是因为失业 没钱照顾孩子 现在社会局面对这一个无心照料的妈妈 也在此做出重大决定 将四个孩子送往寄养家庭安置 等了两个小时 妈妈咒语回家 一进门不但没有回忆 还对着前来关心的民意代大呼小叫 你怎么知道你这一天在干嘛 你为什么不带这一天 你为什么辈子从来帮的形象 你这一天 你这地不够的 你真的是往回的路啊 你知道来自己处理事情还是来打乱你 小孩子都在睡觉你把他吵醒 自己出去吃饭 却把四个年幼的小孩留在家里 已经触犯而复发 知识上早在去年11月 女子就因为三女儿烫伤而遭到寒送 当时她答应社会局会改善 结果不但环境脏乱恶臭 也没让小孩上学 现在更狠心的把孩子丢在家里 24岁的年轻妈妈因为家暴离婚 带着四个孩子回娘家 平常没有工作靠亲友接济 不但邻居看不下去 连大女儿对妈妈都抱怨连连 过年江江户户围团聚 四个小姐弟却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 县长卓博员帮他们添购了新衣服和玩具 并且发红包给他们 社会局也将强制介入 紧急将四个小姐弟安置到寄养家庭 东文新闻庄明勋 彰化报道 何处是儿家 东森新闻的尽头继续来关心另外一个家庭 南投这一名越南籍的女子 因为丈夫酗酒又吸毒之后 而且长期失业在家 伸手向他要钱 要不到钱居然拆家里头的旅门窗来变卖 这一名越南籍男子只好带着 年幼八岁跟四岁的女儿 投靠亲戚 长期住在车库里头 破片错的一楼原本是车库 现在成了越南女子和两个女儿住的地方 里头只有简单的桌子和餐椅 再用布曼做隔间 里头摆放一张床 就是母女三人睡觉的地方 越南女子说 因为丈夫酗酒又吸毒 常常伸手向他要钱 没钱就拿女儿出气 我给他三千块 我说我没有钱 我还没赢钱 回送去 我没办法拿钱 他打小孩 五太太受不了被迫带着女儿投靠亲戚 不过亲戚家经济状况也只是小康 母女只好住在车库 不过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丈夫为了酒钱 居然把自己家里的门窗铁门都拆下来变卖 导致家里没有窗户 只能用塑胶布遮盖 连热水器也不见了 只要是能卖钱的 通通被丈夫拿去变卖 丈夫日前酒家入狱 越南女子只能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过年 一想到找不到工作 往后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五太太情绪激动 眼泪流不停 南投副佑队赠送物资 让他们母女过年期间三餐可以温饱 通讯为宏亲戮家旗 南投报道 好提醒观众朋友您家中的冰箱里头 还有剩余的水饺吗 拿出来对照一下品牌到底是什么 日本的毒水饺事件 确定烟烧到了台湾 卫生署曾经告诉观众朋友说 台湾并没有进口大陆所制造 这个冷冻水饺毒水饺 不过在日本方面却通知日桥 台湾也有贩售 卫生署当然是自打嘴巴 最后在证实这张说法之后 强调这是走私货 而且虽然是属于大陆 天阳食品公司所制作 但是批号不同 目前全面回收通通下降 在日本传出大陆制造的冷冻水饺有问题 而原本卫生署信誓淡淡表示台湾没有贩卖 不过日本却通知日桥 出席大陆同一家工厂制作的水饺 台湾也有贩卖 而且贩卖地点还是知名的搜狗百货中小店 当时我们是进了120包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 我们也做了紧急张贴这个告示 而且 而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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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鞋